台湾出身 Elessa 球就是在那邊 為什麼你會打不到 其實我的敵人就只是自己 El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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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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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癢的時候是我帶她去電視場 叫她坐在那裡 我要學打球 做一個灰燈的水印給我看 我就說 奇怪你怎麼會 大家都說 你這個動作其實是蠻算有天分 進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很害怕 然後不太喜歡講話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練很多球 她的姿勢漂亮 然後那球質也很漂亮 她常常跟我溝通的時候 我跟她交的時候 我說什麼地方不對 然後馬上就知道 小朋友背著球桿 要走九洞 其實體力上也不足 走路也不快 其實體力上也不足 其實體力上也不足 走路也不快 她們加油了 是不是可以跟她們再靠近一點 一個人的比賽 一個人的練習 所有的成敗 都是屬於你自己的 第一次的比賽 她在印度 得到獎的那一剎那 是有成就感的 真的人生地不熟 你就靠著一台 一直讓你U-turn的 GPS這樣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Slide right turn Ahead 她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球人 只是在美國的時候 說真的她沒有下這麼勇敢 下禮拜下的比賽囉 可是我現在還是打不到球 怎麼辦 打得不好 自己這樣這樣 叫下去 這樣做的動作 我想說 奇怪 怎麼有落得冷 那麼多 後來我那一位 那一位老婆 在那裡頭看 一齊不齊 哭不計其數 不知道是哭哪一次 也記不得了 但是它只是一種宣洩 不是一種自冤自愛的感覺 我們跟她說 你不要壓力那麼大 感覺如果不可以 就放棄了 回來 那是她自己堅持 不相信打不過人 我們跟她說 她好猶如 一個轉捩點 就是她到了日本 擦北擦在這裡 她在日本的安全感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隨時要回家 可以回家 那你要吃的食物 都離你本來的口味很近 你想要找到一些家的感覺的時候 是很快的 本來是可以回家 我想說在日本是不是會比較容易 反而一直被淘汰 光是語言不通這東西是讓我非常害怕 然後再加上一直在尋找適合的感定 有很多的摩擦 也是蠻糟糕的一個狀態 有很多人生的例子是說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有這麼好ショット 也許會被淘汰 或許會被淘汰的人 被淘汰瀕的瀕子 被淘汰瀕子 然後被淘汰瀕子 被淘汰瀕子 被淘汰瀕子 被淘汰了 被淘汰瀕子每次被淘汰瀕子 他常常會在那裡說 老師救命 他打敗的球 他會拍他的影片回來看 然後溝通這樣子 他有一次 他那個低潮到那個失業的時候 還沒有暈到 他就很急了 我是講我的經驗 講給他聽而已 然後他就說 你就別著急 是你的就是會來 你著急也沒有用 然後我心裡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體悟這件事 我感覺到他的堅勞 看到他的毅力 決心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憤怒 我更沒有看過他 總統而非 摩摩地 更努力 他會不會有的 他會有什麼 看過他 我會想到的 我會想到的 他會不會有的 他會有一個 他會有一個 Bertie,最終六四周,她是MizunoClassicChampion Cat,快點 腳快點 對 要接班的,我們已經斷層很久了 像我以後就有一個鄭亞妮 現在有一個小群 這就是我們高爾夫的代代相傳 好 開球前她會說妳的歷屆的成績 介紹的時候其實自己是很有光榮的 proud of myself 開球前她會說妳的歷屆的成績 介紹的時候其實自己是很有光榮 proud of myself 我現在其實還滿感謝經歷過的事情 其實沒有什麼挫折到妳必須要放棄的程度 人站過來一點 有 一個人要成功 絕對不是一個人 因為妳的朋友 師長 同伴 他們都是妳的當手 我的家人是給我非常多正向的鼓勵 那包括說我打不好的時候 他們不會用很嚴厲的語言去刺激妳 說妳怎麼打這麼爛什麼的 我就覺得沒關係 要回來休息一下 反正糗就是這樣子啊 妳是怎麼成功的 怎麼把經驗呢 承受給若世的兒童 讓他們看到一束光榮 這個是我們贊助魯曉晴主要的目的地 你看到他們 你會覺得自己很幸運 如果可以的話 幫他們多目到一些錢 可以幫助到他們的話 這是我可以做到的 打一號目肝 是靠肌肉 推肝 是靠你的心臟 這個心臟 是來自於 妳有沒有愛心 所謂的 飲水思源 這不是一個偉大的運農家 要不然是什麼呢 高爾夫球 其實就是一個縮小版的人生吧 我自己覺得 妳千萬不能放棄得太早 因為什麼事情會發生還不一定 那現在就是 享受每天 每一種活動 我們會想不明天 我會想不明天 我們會想不明天 我們會想不明天